一转眼 你和火阳 火灵儿 在外面生活了40年 依旧是继续做起了 卖棺材的老本行 专门给人下葬 凭借你精湛的业务能力 这些年 吸引你来了 无数客户 你看到这间 五名棺材铺今天火了 这天 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后 疲惫坐在椅子上抱怨 灵儿 最近哭成胜体这群人 是怎么了 接二连三的来买棺材 搞得我都快忙死了 红发女子后面走出 肖帆大哥 你这脾气也太怪了 生意冷淡 你先没人 生意好了 你要在这抱怨 那你到底 是想着生意好 还是不好呢 你咱的嘴 棺材铺这种生意吗 我不希望太好 也不希望太不好 生老病死 那是天道轮回 人死太多会出问题 死太少也会出问题 总而言之 要保持在一个合适的程度 对了 火阳那小子跑哪去了 闻言 灵儿将手中饭菜断在桌上 估计是个困着圣地的人 去寻找灵源了吧 40年前 我们来到这里 你让他在店里 待了足够20年 20年前 你放他出去 他自然好好的疯一把 听着汇报 你吃着刻骨的饭菜 没有解释到 困他20年 一是为了他熟悉这里的环境 二是为了好好修炼 最起码 为了自保的能力 现在自保能力有了 我自然会让他出去的 还有 最近你收拾一下 我们也该离开这儿了 我有预感 这里估计马上要不太平 此话一出 火灵儿认了一下 那阿阳怎么办 他短时间内应该回不来 就是他回不来的时候才走呀 阿阳的梦想是这辽阔的世界 不是我这间小小的棺材铺 他继续留在我身边 这会限制他成长 离开了我 他的成就会更远 听到你的回答 灵儿无为一笑 肖凡大哥 你决定的事情 我永远都支持 那我现在就收拾 哎呀 这事慢慢来嘛 我又不是现在就走 快坐在那里吃饭 招呼着火灵儿坐下 相处40年 你们彼此早就 宛如家人般 亲密无间 火灵儿也很享受这样的平静 对于他来说 有陪伴就已经足够 昆仑圣帝刘阳光求见 一个年轻男子 站在门口拱拱手 隐温的叹气 当年在宣文国库海镇 也是似曾相识的场景 上一次答应了左松松 结果让左皇和宣文国众人 都赠身于荒谷禁地 这回无论说什么 都不会再触手帮人 你坐在摇椅上看古籍 两个句话 才对着外面找着手 进来吧 您这位昆仑圣帝的准圣子 站在门口 我的声音还怎么做 刘阳光心里道 多谢先生 今日前来 事与一事相求 我想请先生 连忙他说制止 听 我可没说 要答应帮你这个忙 之所以叫你进来 是想让你给火羊带一句话 你告诉他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以后的路 都靠着自己走了 另外 在下能力浅薄 帮不了昆仑圣帝什么忙 你们还是另警告明 刘阳光拱手道 先生太谦虚 先生的能力 天下少有人可比 若先生都做不到的事情 那天下 恐怕就没人能做到了 在下听说 先生一直想借用昆仑圣帝的 超级传送阵 只要愿意束手 只想愿意束缚圣帝 将传送阵 借给先生 此话一出 你眼睛一眯 你确实拿出了我心动的东西 三天之后 你再来找我 我要准备一些东西 没问题 三天后 阳光再来拜访 说完 转身离开 他走后 霍灵儿担忧道 小凡大哥 你真的要帮他吗 你摆摆手 帮什么帮呀 我骗他的 小凡大哥 你们不是约好了三天后吗 你从总监 不和他约定好三天后见面 我怎么有时间 准备跑路呢 火灵儿若有此时点点头 可没有超级传送阵相处 该怎么回到家乡的 两地相隔千万里 你一连无所谓 千万里又怎么样 只要慢慢的走 总有一天能走得到 行了 咱们准备东西吧 于是乎当天夜里 你和火灵儿一起 离开了这个生活 四十年的地方 得知你们走后 要说两个人最激动 其中一人 正是昆仑圣帝的准圣子 刘阳光 不是台举 小凡 你千万不要让我再遇到你 不然我流阳光 定要让你后悔 棺材不前 沧桑不少的火梁 看着空荡荡的屋内 南南自语道 老师 你真的不要阿阳了吗 是阿阳那里做错了吗 两久后 他离开棺材铺 从这一刻开始 这个从十万大山中 走出来的无数少年成长了 他学会了 也独自一个人面对事情 但那段身影 却牢牢刻在了他心中 三千里之外 你和火灵儿 出现在了某树山巅 皆已经脱离了 昆仑圣地的范围 就没有继续赶路 香凡大哥 现在我们是要回去 你的家乡大学皇朝 所在的东荒之地嘛 听到火灵儿的提问 你想想 算是我的家乡吧 东荒承载了我太多的回忆 在那里 还是有几分家的感觉 正好 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 看看世界的辽阔 火灵儿挽住你胳膊 咳咳一笑 一如当年的天真浪漫 只要能跟在香凡大哥身边 无论去哪里 我都愿意 少云的话中 充满了甜蜜 但语气却带上了一丝 淡淡哀伤 当年 你说每个人都能预先未来 他没听懂你的意思 更无法理解你的心情 可随着时间退役 他懂了 也明白了 修饰 虽修为增长 寿缘也会增长 殮气镜 寿缘和凡人一样 住几镜 磕得200带寿缘 金丹得寿500 原因 磕得800 这些时间 无论放在谁身上 都是很漫长的岁月 可对于肖凡大哥来说 只是生命中 微不足道的一秒罢了 这些年 他的行为不过 再看看住击 没办法永远陪在你身边 想到这儿 少女只能将这份情绪 埋在心里 强称笑容 肖范大哥 这一次 你可带我好好玩一下 我可是跟你当了 40年的伙计和丫鬟 你先请点头 将手 带着少女的脑袋上 好 我带你去看 世间繁华 带你去看 日生日落 只要是你想看的 我都带你去 你带着火灵儿 这个陪着你 一同从十万大山中 走出来的丫头 踏上了漫漫旅途 在漫山的几百年里 你们遇到过很多人 有天之骄子 世家公子 决定强者 然而 遇到这么多人 只有十万大山里的那个丫头 愿意用她的一生 唤取你短暂的瞬间 昆仑圣地 并没有因为你的离开 而产生什么变化 整个世界 也没有因为你的离开 而产生什么变化 如果说 真有什么 那就是 世间多了一对 形影不离的男女 中庭的东荒 有千万里之遥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是一辈子都走过的旅途 可火力尔却陪了你 一点一点 用脚 丈量了出来 昆仑圣地到大山皇朝 一共有 一千三百二十八万里路 这一千多万里 你们走了足足 二百四十年 在某个时刻 你务必希望 昆仑圣地到东荒的路 永远走不完 可天下的路 终究会有尽头 就如东人的寿命一般 火力尔还像 周围荒芜的景象 时光仍然 岁月悠悠 曾经的那个小镇 已经彻底消失 肖凡大哥 这就是你 最开始的地方吗 看着他无比开心那样子 你悠悠一叹 灵儿 你想要什么样的棺材呢 少女转过身 乔乔营 一如当年 给你走出十万大山般 天真烂漫 我要肖凡大哥 最好的那口棺材 另外 肖凡大哥 可要帮我打扮得漂亮一些 我可不想在你心里 留下不好的一面 听到这话 你闭上双眼 良久 在轻声应道 好 一切都依你 我让心疼的 抚摸着你的脸 我知道你舍不得我死 不然灵儿 怎么能活这么久呢 从认识你开始 我已经整整活了三百年了 我只是一个 住寂静的修士 多让我活一百 也是极限 三百年的岁月 已经足够 我活得很开心 若没有你 就算再活三百年 我也不会快乐的 你握着他的手 还是那句话 一切依你 我不伤心 就是了 你还有什么想看的吗 我想 看日出 好 说完 你带他前往了 附近最高的山峰 然后 两个人 紧紧依在一起 看着东方吐白 火灵儿的枕头 跨在你肩膀上 嘟嘟嘟嘟嘴道 萧凡大哥 灵儿 其实很自私的 我知道这么做 会让你痛苦 但只有这样 你才会记住灵儿 你不要怪灵儿 好不好 文言 你楼座上去肩膀 我怎么能怪你呢 从你愿意 跟我一起 从十万大山里走出来 我身边 既有你的一个位置 火灵儿 随着扬起一抹 灿烂的微笑 声音逐渐低了下去 萧凡大哥真好 灵儿 真想陪你 看每一次的日出日落 可灵儿有些累了 想先睡一觉 这一次的日出 灵儿就不陪你 最后一个子还没说完 手就垂了下去 少女 躺在你怀里中 安静地闭上双眼 仿佛只是睡着了一般 一动不动 此刻 清晨的第一抹曙光 也照耀在了你们身上 又想起你的脸 朝朝暮暮暮暮 满人生路 时时刻刻 看到你的眼眸里 柔情似水 今生缘来时再许 请和无声思相续 如有你相伴 不嫌原样 不嫌弦 沉默 面对火灵的死 你表现出来的 只有无尽的沉默 这240年来 你想尽一切办法 替他延长寿命 他能坚持到现在 靠的完全是 心中的那股执念 路走的终点 心中的执念 自然就散了 不知过了多久 你欢欢体身 拿出一具普通棺材 替火灵儿画上 最精致的妆容 然后看着他轻声说道 灵儿 我反悔了 我不能把最好的棺材给你 因为这样 会让你以死人的身份 继续留在这个世界很久 我不想让你死了 都得不到安宁 我更害怕我某一天 会打扰你的亲近 所以 你先睡一会儿 我过段时间 就来陪你 说完 喝上棺杆 轻轻抚摸着棺材 你感觉到 距离你的下子沉睡 只有两年时间 撤着最后两年 你打算去见一见那些故人 否则 一怕一觉醒来 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这般想着 又动身 朝着天佛寺的方向飞去 谢谢大家